昨天我开直播的时候有话问我 微生物菌肥是什么东西有用吗 大家要了解最近比较火 你像一些个现在出来什么一个松土精 什么土壤活化剂 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事 这些个东西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微生物 大家一定要了解微生物是很神奇的 你看着它是个高粱 被酒去发酵以后就高粱酒 你看着它是面粉 发酵蒸熟以后它就是面包 你看着它是葡萄 被发酵以后它就是葡萄酒 你对吧 所以是这个东西 微生物菌肌可以给植物用吗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些疑问 这个东西主要的一个作用 基礼是什么 也就是什么 你比方说大家在一盆土壤 你用的时间比较长 用的肥料比较多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土壤就是不行了 不行了以后 不是说肥力不够 而是说各种中金属 包括一些个东西操边了 就是再种什么花也养不活了 在这个时候呢 微生物的作用就体现了 因为微生物是可以改善大自然的 你像我就以咱们这个地球为例 地球离开微生物是不能生存的 有的话说 老花也你竟放那屁 它离开微生物不能生存 你知道如果说离开微生物 尸体将会堆积成山 拉的臭臭也会堆积成山 无法被降级 包括这个植物的落叶也会一层一层的起来 不会被降级 不会还原到土壤里面 其实微生物在整个大自然里面是不可或缺的 像有的专家说一个人身上都有好几公斤的微生物 包括咱们肠道 包括咱们身体皮肤 它到处都有微生物 随处可见的都是 是吧 比如说微生物菌剂有用 有用 肯定是有用的 它可以改良一下土壤 但是它改良哪种土壤呢 改良的是一些个长时间 就是说大家经常用一些粪肥 而导致肥力过剩 土壤变得不好的那种 它可以略微的去改良一下 因为微生物它是需要吃东西的 它本身没什么肥力 而是说它到了土壤里面 你比方说咱们就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兰花 兰花的一个根部呢 大多常见的都是一些医生菌群 兰花的一个主要吸收功能呢 就靠那些个微生物 主要是靠那些微生物 因为它都可以野生 扒在岩石缝啊 或者说在个小木上啊 或者说在个小苔藓堆堆里面 有几片辅液盖住它 它的一个根系呢 就是肉质气成根 它根部的那些菌群呢 它可以在空气里面获取一些营养 就这么哇塞 还有一个呢 它可以把一些辅液啊 一些个岩石缝里面的一些个无基盐啊 通过微生物 都慢慢的转化成 自己需要的一些营养啊 这是微生物的一个作用啊 你的话说 我需要微生物菌肥吗 如果说你这个家里面花好几年 没换过土 你这个土本身并不差 但是呢 你觉得这个植物没什么活力了 可以稍微用一些改良一下 那么反过来说 你家里边就用了泥土 用了沙土 你再用微生物 没什么用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流行一个什么呢 叫黄浦酸甲 就是说一些有机肥 再加微生物去给植物用 哎 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微生物要吃东西 它里面加了有机肥呢 是给它有东西吃 进去以后呢 它们开始做工 然后给植物提取一些 提供一些个生长的营养 说白了呢 还是给植物提供了 它吃的那些无机盐 然后植物再转化成有机质 明白了吗 来来回回就这么一些个东西 植物本身就是无机盐 吃无机盐转化有机质的 没那么复杂 还难吗 所以说微生物就这个东西 简单一盖它就行 不要太神秘 养花无非光水土气飞 你别搞得这么神秘 今天这个金人那个宝 后天那个 哎呀 黄叶了用它 烂根了用它 这来也用它 都用它 你就是韭菜 我说了 我开直播的时候 我说臭饱 我说每天你们来直播间里面 我都打开天灵盖给你们往里边灌点啥 我打个电灵盒哟 哭的 哼哼 打个油盐 里边全是水 还有哟 不用打都开了 上面一重绿的 我说什么 这韭菜 你是哪种 老花衣 养花去整衣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